登录成功以后我们再去用一下WX的Navigate Tool这个接口 打开的页面是Pages User Show 再打开Users下面的Show.js 这个页面是显示用户信息用的 先给它添加一个Data属性 再添加一个OnShow 显示页面的时候会调用这个方法 在页面的上面我们可以去得到小程序的实例 名字叫App 用一下GetApp这个方法 在这个OnShow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把JWT 从小程序的全局数据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下面我们再去判断一下 如果JWT里面有值 我们就去用一下ListSetData 去设置一下这个页面上面的数据 可以把这个JWT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放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再去处理一下这个页面的显示 打开它的这个视图文件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几个地方 用户头像的地址我们可以去用一下UserAvatar里面的LG 它是一个大号的头像 头像的下面的这个管理员的标签需要去判断一下 在这个组件的上面用一下WXIF 判断的是UserCaps下面的Administrator 如果用户是管理员的话 这个UserCaps下面的Administrator的值就会是True 这样就会去显示这个管理员的标签 下面这个退出的按钮的显示 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下判断 WXIF 判断的条件可以是UserEmail 然后在登录的按钮上面 再去用一下WXIF 判断的是探号UserEmail 意思就是如果UserEmail里面没有值的话 就会显示这个登录按钮 回到开发者工具 输入用户名 再输入一个密码 登录一下 控制台上会显示PagesUserShow这个页面不存在 打开Login 这个打开的页面的地址应该是PagesUserShow 再去试一下 按一下登录 登录成功 但是没有打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 这个是因为我们打开页面用的是Navigate2 个人信息页面是一个标签页面 所以我们要去用一下SwitchTab这个方法 再回到我们的模拟器上去试一下 输入用户名 密码 按下登录 成功以后会打开用户的个人信息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会显示用户的头像 用户名 还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这个小程序的首页我们可以再去改一下 在App.json这个文件里面 PagesIndexIndex这个页面来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再打开用户的个人档案页面 这个页面上仍然会显示用户的相关信息 是